这个女扮男装的俊俏姑娘,带着侍卫到林中打猎,兴致正高时,在撂身下的马却突然受惊,冲着前方一路狂奔,眼看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在这危急之时,突然一个帅公子从天而降,及时抱住了姑娘的细腰,两人在地上转了一百八十圈,姑娘被眼前的帅公子迷了眼,久久不能回神,柳玄明看红衣少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心里不禁感叹道, 哎,我这该死的俊俏,连男人都惊心了 反应过来的两人连忙松开对方,谁料这时红衣男子却突然搂起裙摆,拍了拍大腿,向柳玄明喊道 来了,朝这儿 柳玄明顿时被少年的豪放惊得瞪大了眼睛,一脸义正言辞,他虽玉树临风,但却没有龙阳之好,其实眼前这个红衣少年,就是沐西城的城主叶昭,因为出生时正逢宗室夺权,前任城主为保叶家王位, 稳定朝堂,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女扮男装临危受命,并在临终前给他定下了一门婚事,现在叶昭已经到了娶妻之时,每天朝堂大臣们都频频催婚,实为女子的他,怎能迎娶另一名女子,因此他就想了个对策,让近视孙公公在临终安排刺客,故意设计一出,打猎时遇险的套路,这样他就能以养伤之名,或延大婚时间,看着眼前的英俊男子,叶昭还以为是孙公公派来的刺客, 直接催促对方朝他的腿上拿一刀,和柳轩明根本听不懂叶昭的话,看着他莫名其妙的举动,像在看傻子一样,就在这时一只利剑从林中向两人射来,两人来不及争吵,立刻向射箭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名恨衣男子来势汹汹,称自己是天下第一刺客,柳轩明误以为是自己的死对头叶昭派来的刺客,提剑就向对方冲去,此时的叶昭也蒙了, 怎么突然间冒出两名刺客,以为孙公公这么给力,这边两人打得正激烈,柳轩明一时失手落了下风,被黑衣刺客一脚拆飞,眼看就要揣下悬崖,夜招飞奔上前一把抓住柳轩明,两人在崖边摇摇欲坠,可一旁的黑衣刺客还不放过两人,猛烈的攻击接踵而来,为躲避对方凶猛的一击, 两人双双坠下了万丈深渊,大家都知道自古坠崖死不了人,果然摔下悬崖的两人,正挂在一颗歪脖子树上荡秋千,为了摆脱眼下的危机,夜招让柳轩明攀着他的身体往上爬,可他却忘了自己其实是个女孩,而此刻柳轩明的手,也摸到了不该摸的地方,顿时傻眼了,把营过来的夜招,羞愤之下打了柳轩明一巴掌,却忘了两人此刻正掉在空中,他的手一松, 两人双双向地上摔去,夜招的头重重撞向地上的树干晕了过去,等夜招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华丽的房间,脑袋一阵阵刺痛,此时三名刺客伪装成侍卫,深夜潜入寝宫准备刺杀柳轩明,却发现床上根本不是什么柳轩明,而是一名陌生女子,其中一人眼看夜招发现了他们,当即就拿着匕首一把刺了过去,夜招此时已失去记忆,可灰武功的本能还在, 伸手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示威同伙眼看行动要暴露,情急之下喊了声三倍,看着夜招呆愣的模样,接着忽悠他,柳轩明听信谗言,将他们一家满门抄斩,只剩下他们兄妹四人,潜入城中刺杀柳轩明为家人报仇,原来之前救下夜招的柳轩明,正是敌国宣岳城的城主,也是夜招一生的禁敌, 奈何夜招此时已经失忆,对此一无所知,虽然这三名刺客不怎么聪明,可演技却爆棚,依正忽悠后,夜招竟真的相信他之所以救驾有功,是为了接见柳轩明找机会刺杀他,这下好戏来了,柳轩明辱娘的女儿千月,自认角色大美人,城主非他莫属,平时仗着母亲的关系在城里作为作福, 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千月得知城主带回来一名陌生女子,还让她住在自己的寝宫,顿时粗意大发,带着母亲怒气冲冲闯入了寝殿,看着睡得正香的夜招,伸手就朝她的脸上拧去,却摸了一手的口水 娘,她给我口水,弄我一手 一番动静,直接吵醒了夜招,看着朝自己伸过来的一只脚,直接一招制服了两人,虽然千月来势汹汹,奈何武力之威灵 直接被夜招打了出去,此时柳轩明也对女伴男装并救她性命的夜招有了点兴趣,得知夜招醒了过来,来到寝宫询问她是何身份 此时夜招已被洗脑,知道自己是来刺杀她的,面对柳轩明的询问,呵呵半半的称自己叫关三妹 柳轩明很是自信,觉得夜招是忠于她,才会舍身救她,为了报答夜招的救命之恩,便奖赏夜招留在身边给她搓背,谁料这话正中夜招的心 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心思才能接近她,没想到机会这就来了,眼看柳轩明已经浑浑欲睡,夜招握紧毛巾就向她袭去 柳轩明以为夜招是想轻搏她,一个过肩摔把夜招摔进了浴池 看夜招在水里扑腾,赶紧上前一把将她捞了出来,两人顿时抱在一块 柳轩明看着眼前的夜招,心里不禁放起一丝涟漪 反应过来后,立刻把夜招扔了出去,为了压下心中那股痒痒劲 斥责她为了勾引男人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夜招听了这话顿时气个半死,大声向柳轩明嚷嚷 馋猪肉的人,未必都想嫁个猪 柳轩明看夜招竟把她与猪相提并论,愤怒之下让夜招白天在寝宫干活 晚上去上工局学规矩,千月得知夜招被罚入上工局 顿时开心不已,见到夜招后一脸嘚瑟,上工局是她的地盘 她一定要好好的戳磨夜招,虽然夜招不怕千月 奈何千月派的侍卫监督她,只能听从千月的吩咐 但千月对夜招无计可施,各种整骨的计策也都被她躲开 只能让她干些杂活,日子过得惨不忍睹 这天夜招昏昏欲睡,刚想休息一会儿 谁料千月又阴魂不散出现在眼前 夜招实在受不了千月时刻与她作对 鬼主意一筐一筐往外冒,故意忽悠千月 柳宣明之所以不喜欢她,是因为她不符合城主的口味 城主从小到大受众人追捧 想要获得城主的青睐,就必须与众不同 比如狠狠地折磨她,还称自己之前揍了城主一顿 给她开心的一夜都没睡 本以为千月听了这话会生气 谁料她读书少,竟真相信了夜招的话 觉得这话甚有道理,看夜招也顺眼多了 还让她以后跟着自己混,千月对夜招的话深信不疑 提着大锤找到正在泡澡的柳宣明 竟真想揍她一顿,最后反而被柳宣明教训了一顿 得知这一切都是三位出的主意 怒斥夜招,她只喜欢睿智的女子 根本不喜欢夜招这样的 更是直言如果对她有何不满 大可光明正大的报复 夜招此时已经怒火中烧 听了这话一顿操作猛奴骨 直接把柳宣明抱揍一顿 骑在她的身上大喊 轻薄你,我都不如轻薄马桶 这下可把柳宣明气得不轻 一怒之下把她乏入西关局刷马桶 这一下夜招可惨了 刚来到西关局什么都不懂的夜招 询问眼前的公公如何刷马桶 谁料他们听了这话 都紧紧抱着手中的马桶 死活不肯抬头 最后更是头一钮飞快跑回屋里 原来两人正是先前 忽有夜招的官家兄弟 之前他们欺骗夜招 也只是权宜之计 想着以后也不会再见面 可谁知道能这么巧 两人进屋后 赶紧用眉灰拔脸抹黑 本以为能糊弄过去 谁料跟着进门的夜招 一眼便认出了他们 两人间这么快就露馅了 不死心还想拯救一番 一番角柔躁躁下来 什么用都没有 反而夜招看着他们奇怪的举动 心里怪怪的 自从那次之后 他一直都在找自己的哥哥们 现在好巧不巧在西关局遇见 可怎么感觉哥哥们并不是很欢迎他 但是夜招失去记忆 什么都想不起来 总不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便提出除非能让他想起以前的事 否则他们三人别想躺涩过去 官家兄弟眼看解决不了夜招 便把这事硬了下来 夜里夜招睡得正香 一旁的兄弟三人偷偷摸下床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米药 对着夜招吹了口气 夜招顿时脖子以外晕了过去 紧接着三人不停在他耳边催眠 三妹 我是你爹 随后夜招便陷入了幸福的回忆中 第二天一早 夜招带着模模糊糊的记忆醒来 真把官家三兄弟当成了亲哥哥 对他们的话更是深信不疑 阴差阳错的四人决定 一块刺杀柳轩明 恰巧天母国的和亲公主 已经抵达宣月城 明日柳轩明定会设下晚宴 眼看天赐良机 他们便准备明天晚上 趁乱刺杀柳轩明 夜里柳轩明在书房思考和亲事宜 这些年玄院和沐溪视如水火 为了对顾沐溪城 完成首任夜招的宏愿 柳轩明以联姻之名 准备借天母城的兵力攻打沐溪 而天母城的小公主奇梦 又对柳轩明仰慕已久 此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可天母使臣易阳君野心勃勃 要求柳轩明割让而成 并许下十万两黄金作为聘礼 权宜之下 柳轩明答应了下来 想着带启梦公主进城后 派人出面反对割地献金 然后他再顺势 驳回易阳君等无礼要求 想起夜招平时的大胆行径 连他都敢揍 区区使者定玩不过夜招 而他眼下又正好缺个胆大之人 如果把夜招收为己用 让他在使臣面前拒绝割地献金 这件事情不就轻易解决了 第二天一早 柳轩明便把夜招叫来书房 把奏折给他看 故意告诉他而成地荒人稀 割出去也无妨 果然夜招一听这话 当即怒拍桌子 怒斥城池是底线 坚决不可割让 夜招不愧是一城之主 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还是有城主风范 柳轩明听了这话 心里很是惊讶 对夜招更满意 可他面上却不显 称天目城为一方大城国力强盛 同步把周边小城放在眼里 而且眼下根本没人能压过天目使臣 夜招文言心中不满 就算当年英勇 也未必适世英勇 看着夜招一脸自信 柳轩明心里美滋滋 这不就是自己喜欢的睿智姑娘吗 三美这女子果然非同一般呐 夜招听了这般夸赞的话 也不禁羞红了脸 眼看柳轩明捏着她的下巴 就快要亲上来 反应过来的夜招 立马一脚踩了上去 刚刚与你的氛围瞬间消散 很快就到了启蒙公主进城的时辰 城里的太监宫女 听说有倾城之资的启蒙公主 已经抵达城门 分分上前凑热闹 想要一睹她的容颜 柳轩明带着夜招随她一起 在城门迎接启蒙公主的到来 眼看天目使臣已经进城 柳轩明想要上前迎接 却被一旁的夜招及时阻止 并告诉柳轩明他是城主 台下的只是使臣 就算再想与天目成联音 也不能失了城主风范 若是心示弱 日后宣月人又怎么在天目人面前 抬得起头来 随后看着远处骑马而来的使臣 更是要求他们下马步行 这话却惹怒了领头男子易阳君 一脸不服气的质问 宣月成什么时候变成女人做主了 一旁的柳轩明直接霸气挥队 此乃孤的传令官 他之所言 便是孤之所想 易阳君听了这话 觉得宣月成毫无诚意 一怒之下便提出告辞 一旁的千月顿时慌了 无助的埋怨夜招 如果不是因为他话多 连燕又怎会失败 可此时的夜招却底气十足 一把握住柳轩明的手安抚他 两国连燕各取所需 好若连燕对天目成无力 他们又怎会千里迢迢远远家公主 他固定天目使臣一定会回头 可眼看使臣已经快走出城门 柳轩明有些沉不住气 就在他即将按耐不住之时 启蒙公主及时叫停了马车 并依夜招所言下马步行 先在柳轩明面前服了软 在天目国面前赢了面子的柳轩明 心里大为欢喜 对三位的有勇有谋 更是赞叹不已 此时千月的心情 却与柳轩明截然相反 夜招在使臣面前表现出色 令他嫉妒不已 对夜招更是恨上家恨 看着夜招一人从远处走过 就暗中跟了过去 想给他个教训 这边夜招刚回到西关局 就迫不及待询问计划的进展 得知官家兄弟已经顺利潜入玉山房 并在酒里下好了毒药 夜招很是满意 女人还在屋里大声密谋 却不知千月跟着夜招 偷偷来到了门外 听了这些话 千月饥饿万分 反应过来更是得意起来 带着侍女赶紧溜走了 随后他便找到了柳宣明的近视小虎 可小虎对他的话却不怎么相信 夜招可是城主的救命恩人 怎么可能刺杀城主 可千月言之早早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加强了晚宴四周的守卫 与此同时 官家兄弟带着夜招 在逃跑的地道查看地形 这可是他们费时四年 才秘密挖好的地道 从西关局直通清灵泉 只要失城之后 凿破头顶通往清灵泉的洞 待泉水流下来后 他们就可以趁此机会游出去 几人计划的正火热 柳宣明却突然来到西关局 听到声音的夜招 慌忙从地道中出去 在柳宣明进来之前 及时关闭了衣柜门 原来柳宣明前来 是为了让夜招去参加晚宴 并让他提出阻止割地献金一事 还特意嘱咐夜招 在使臣面前收敛脾气 表现得温婉嫌亮些 说完这些 他发现夜招一直挡着身后的柜子 想起他刚才慌乱的表情 不仅感觉有些奇怪 抬脚便想要去查看 惊急之下 夜招一把抓过柳宣明 硬亲了上去 惊呆了柳宣明和一旁的小虎 柳宣明一把推开夜招 赶紧擦了擦嘴 一脸羞愤地看着他 抱歉 实在是因为你君强的容颜 我一时间没把持住 柳宣明闻言 无自然地跑了出去 回了书房的柳宣明 因为夜招的吻连魂都没了 一直沉醉在刚刚的美好中 痴痴地回味着 晚宴即将开始 夜招刚进宫殿 一身华丽的装扮 直接惊念了柳宣明 夜招想起柳宣明的主顾 刻意装作温暖的样子 好一番做作 把大家禁得目瞪口呆 随后还豪放地打了个喷嚏 看着大家诧异的眼神 顺时尴尬不已 柳宣明见此一脸嫌弃 赶紧让夜招入座 闹剧结束后 易阳君询问柳宣明 聘礼何时兑现 夜招文言赶忙出面阻止 称今天只谈风月不谈宫事 说完便让大家欣赏 窗外圆圆的弯月 易阳君对宣月城的 待客之道心声不满 提出想要和柳宣明斗酒 只要能赢了他 便同意先不谈聘礼之事 此话也正合柳宣明的意 直接同意了下来 两人的酒壶刚举到嘴边 就被千月突然出声制止 称酒里有毒 并让小虎带着侍卫 围上了夜招 千月拿起柳宣明面前的酒壶 直接放到夜招面前 逼迫他喝下眼前的酒 夜招文言一脸惊慌 颤颤巍巍拿起面前的酒壶 喝了一口后 顿时掐住自己的脖子 迟迟说不出话 千月以为他戳穿了夜招的阴谋 瞬间得意不已 谁料夜招却语出惊人 原来那天他们在谈事情时 夜招早就听出门外有人 故意将计就计 而千月用一心想要对付夜招 硬会调动宫中守卫 将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到晚宴上 趁此时机 他们便可偷偷潜入柳宣明的寝宫刺杀塔 随后夜招便一脸娇羞 对着柳宣明撒娇 主上 你可要被弄病毒 你 柳宣明眼看只是虚惊一场 便惩罚千月为大家住行 在一旁青蛙跳 此时夜招直接拿出大酒坛 递给易阳君 想代替柳宣明给他拼酒 几番回合下来 凭一己之力 直接喝得易阳君瘫倒在地 晚宴结束后 柳宣明背着喝醉的夜招回宫 怒上夜招嘴里还不停嘟呐 能敢欺负柳宣明 我吓死 请殿里 柳宣明摸着夜招的吊坠 回想起他对自己的维护 和两人的亲吻 整颗心砰砰直跳 眼前也不时浮现夜招倾城的容颜 此刻他也终于明白 自己这是喜欢上了夜招 可夜招究竟适合身份 他还不清楚 夜招的刺杀计划是否成功 两人之后又是否会在一起呢 关注时光 我们一起追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